一个摔脚手的人生和普通人员成趣 阿寿的父亲是能越关山流第27代传人 所以从小到大 他都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 因为是长子要继承家业的原因 父亲每天都会严格把控他的练习时长 但是阿寿却没有听到父亲说过一句夸奖的话 这种压抑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他16岁 那年母亲去世 加上每个男孩必须经历的叛逆期 阿寿最后离家出走 抛弃能乐选择加入职业摔跤 也是在这里他终于感受到了家庭般的温能 然而意外永远不会缺席 在阿寿的摔跤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 一次防卫战受伤事故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 受伤后的阿寿被妻子提出了离婚 除了每个月必须要给妻子抚养费以外 他还背负着2000万的房贷 生活的无情彻底摧毁了这个中年男人的信心 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 他来到三摩多拳击场打表演赛 靠着职业实积累下来的一些技巧和演技 42岁的阿寿终于是稳定了下来 比赛结束后的休息室里 阿寿正浑身疼痛地敷着冰带 自从膝盖受伤后 他的身体机能就大不如前 就在这时裁判冲了进来 表示阿寿的父亲中风并未住院 悟不上身体的疼痛 阿寿急急忙忙带着儿子秀生赶到医院 这也是他离家25年后第一次回来见父亲 结果寒暄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一个看护女生 以太晚影响病人休息请了出去 没办法阿寿只能跟弟弟妹妹 先回到父亲的老宅 结果几人刚坐下 妹妹就让父亲的养子受限 五把账本拿过来清点 俨然付准备分家产的驾驶 接受不了妹妹小五的冷漠 阿寿直接冲出家门 骑着小店驴赶往父亲的医院 也是在父亲倒下后 他才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 从小到大阿寿和父亲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除了父子俩人在一起看摔跤的时候 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 才会像他孩子一样兴奋地说个不停 这也是阿寿离家后 选择加入职业摔跤拼命比赛的原因 时至今日他心里 其实一直都希望父亲能够认可他 为了让父亲走得安心走得放心 阿寿决定离开摔跤 回去继承关山流的能乐 为此他还特意举办了一场隐退赛 给自己告白 虽然比赛的风头最后都被搭档的新人给抢了 但是阿寿并不在意 趋意已觉得他拿起桌子上的剪刀 没有任何犹豫就对着自己的飘飘长发剪了下去 等阿寿再次见到自己父亲的时候 小老头正坐着电动轮椅满脸笑容 寿三郎告诉台下的徒弟 自己今天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说完便示意下面的一个女人上来 正是他住院期间一直照顾他的女看护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寿三郎语出惊人 面对家人的质疑 72岁的寿三郎表示自己就剩一年时间能活 这一次他就是要不理会世俗眼光活出自我 说完便启动轮椅带着小鹰离开 就在这时台下的阿寿站了起来 这让台下的阿寿再也坐不住 带着弟弟妹妹连夜追到父亲的老宅质问他到底想干嘛 寿三郎的杨子寿仙无告诉了他们真相 当初父亲中风住院时一直不习惯 直到照护中心换了一个女护士后才有好转 而这个让贪侯父亲站起来的女护士 就是他们眼前善解人意的小鹰 为了让鬼迷心窍的父亲回心转意 妹妹小五赶紧转意话题问他家业要怎么办 再怎么说你老头也是被称为人间国宝的能乐师 就算小鹰能继承你的遗产也继承不了你的能乐 没想到父亲听完微微一笑表示有个自愿者 说完便让身边的小鹰打开手机 里面播放的赫然是阿寿在医院自告奋勇 要继承家业的视频 尽管自己愿意放弃摔跤回来继承能乐 但是看到父亲这个老六居然玩偷拍 阿寿心里还是有种上当的感觉 可话已至此再拒绝就不礼貌 没办法阿寿只能回到出租屋收拾行李 含泪把自己的棋流还剪掉 在把能卖的家当卖完后 他终于回到了久未25年的老宅 结果回到老宅的第一天 女护士小鹰就掏出了一本笔记本放到他面前 表示自己的看护等级还是出击有些事不能做 所以像洗澡这样需要肢体接触的活 还需要瘦三郎的亲人来帮忙完成 听到小鹰的话在场中人都面面相取 很明显这就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累活 时间很快就到了洗澡环节 小鹰告诉阿寿先把父亲抱到浴室里 本来以为摔跤手出身的他应该很轻松 没想到阿寿却抱得异常吃力 接着小鹰让他帮忙把瘦三郎的脚打湿 结果阿寿这个不孝子直接打开淋浴喷头 不是水温朝着老父亲的脚底喷了过去 吓得小鹰赶紧制止 等到膝脚环节时又出现了意外 阿寿看着父亲臃肿的双脚突然愣住 原来自己的父亲已经摔老到连早都不能自己醒 看到阿寿迟迟不肯动手 担心老人感冒的小鹰气得一把抢过他手上的工具 第二天医院派的个人过来帮阿寿的父亲做失智症测试 结果不出意外发现了问题 瘦三郎现在已经有很严重的健忘情况 严重到几分钟前提到的事情马上就忘记了程度 所以医院方给出的检测结果是特别看乎一击 尽管家人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但是瘦三郎自己还是清楚地感受到 看到父亲情绪低落 阿寿安慰了几句就把他抱去洗澡 这一次他没有过多的犹豫 熟练地帮父亲换完尿补 然后就开始洗头冲水 而另一边阿寿的弟弟永介刚准备上班 坐在凳子上吃早餐的他习惯性搜了一下小鹰的资料 结果却发现这个美女看护好像有点不简单 这个72岁的老寇寇喜欢上了照顾他的女看护 还让女人穿上和服在自己的徒弟面前转圈圈 看到众人露出羡慕的眼神 瘦三郎这才聊起了把门生们召集过来的目的 他让儿子阿寿站到自己身边 表示要让他继任关山刘能月的第28代传人 结果话还没说完全场就一片哗然 台下的门生纷纷质疑师父的大儿子根本没实力 面对徒弟们的质疑 瘫痪的瘦三郎直接占了起了 表示自己会亲自训练这个儿子 25年的空窗期很快就能追上来 随即让台下的门生们一星期后再过来 到时候会让他们见识到什么才是正宗的关山刘能月 另一边阿寿的弟弟永介也没闲着 很快就将缠着父亲那个美女看护的底细摸了出来 原来这个女人真的不简单 居然是专门寻找患了绝症的小老头交往 然后等老人去世后再拿出遗嘱向家属索要遗产 这让身为律师的永介十分头痛 父亲现在可是被这个小英迷的神魂颠倒 这天阿寿训练完 能月后向父亲请了个假 然后和已经离婚的妻子有华带着儿子来到特教学校 因为秀生患上了书写障碍和多动症 已经无法到公立学校读书了 看着秀生在这里和其他小伙伴相处得不错 有华也有点动心了 自从退出职业摔跤回老宅照顾父亲后 阿寿就没有了收入来源 所以现在口袋空空也算合理 但是阿寿的前妻可管不了这些 看到他连这个月的抚养费都挤不出来 有华气的直接把儿子秀生给带走 还表示什么时候给钱 再让他们父子两人见面 被逼到走投无路的阿寿实在没办法 只能找到父亲的养子兽献吴 请求他先借点钱给自己 没想到兽献吴听完后却把阿寿带到了小房间 掏出几张存折表示 观山家现在也是穷到叮当响 原来兽三郎病倒这两年无法参加能月演出 但是演出的酬劳却严重缩水 有时候甚至付完底下门生的工资后还需要倒贴 而这些额外的支出 费用都是受限无字掏腰包解决的 就在两人闲聊时墙上的看护灵突然响起 来不及多想他们赶紧冲到父亲的房间 没想到兽三郎却举着手机 表示有个网站突然跳了出来 回到小房间后阿寿还想继续询问借钱的事情 结果却发现兽献吴麻利的换上了一套外卖服 原来在没有演出的这段时间 他已经开始兼职送外卖来补贴观山家了 阿寿有些感动的站起来想要鼓励他一下 没想到兽献吴却先开口 在兽献吴的怂恿下 阿寿最后还是骑上了送外卖的脚踏车 但是这种杯水车薪的工作并不能为他带来任何改变 就在阿寿绝望之际小鹰喊住了他 表示之前看到他像兽献吴借钱的样子 而一个人一旦没钱 用此态度眼神气息都会改变 说完就将一个装着十万块的信封递给了阿寿 也是在这一刻 阿寿终于明白父亲说 小鹰非常善解人意这句话的意思 然而不等阿寿感动完 晚上吃完饭后 永介就匆匆把他们几人喊到了小房间 表示小鹰就是一个流窜在养老院间的诈骗犯 不过永介却信心满满地表示问题不大 就算小鹰蛊惑父亲写好遗嘱 他也有办法 只要不发生什么天大的意外 身为律师的他还是能守住这个价格 男人上一秒才跟家里的美女看护借了十万块 下一秒弟弟就告诉他这个女看护是个专门骗老头的惯犯 阿寿当然不相信 小鹰明明就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好妹妹 第二天阿寿拿着从小鹰那里借来的十万块找到前妻 在交完抚养费后 他终于接到老儿子秀生 阿寿有些心虚地问儿子最近有没有其他男人过来找妈妈 在听到秀生说没有后 阿寿终于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然而晚上等他在舞台上表演能乐的时候 秀生却悄悄告诉爷爷自己妈妈有了新男友 他觉得他们应该会结婚 而爷孙俩说的这些话 舞台上的阿寿并不知道 此时的他完全沉浸在能乐的表演世界里面 在步步为因小心翼翼的表演下 阿寿终于是有惊无险地完成了这场关山流的高沙演出 成功得到父亲门生们的认可 演出结束后 弟弟永介把众人喊到房间里 将调查到的资料当着小鹰的面交给父亲 表示照片上的老头都是小鹰曾经的目标 没想到寿三郎听完后却不以为意 告诉了女们爱一个人就要爱她的全部 所以自己并不在意小鹰的过去 面对蹦街调查出来的结果 小鹰没有辩解而是直接大方承认了 从第一个照顾的老人开始 他就是全心全意在付出 当时老先生的子女嫌照顾麻烦互相推脱责任 所以老先生最后直接把遗嘱改成了小鹰的名字 也是在小鹰的陪伴下 原本只能再活半年的老先生 最后活了一年才离开人世 付出就要有回报 所以小鹰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 如果现在要赶她走也无所谓 她只需要回到疗养院等待下一个孤单老人就好 没想到小鹰话音刚落 阿瘦就表示她不能走 自己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需要向她请教 而且她还借了小鹰十万块没有还 阿瘦说完就起身要推父亲去洗澡 没想到瘦三郎却不愿意了 她有些不甘心地询问小鹰两人的婚约是不是假的 小鹰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点头说了一句对不起 也是她这句道歉让已经72岁的瘦三郎再次体验到了失恋的感觉 然而洗完澡后瘦三郎就将被拒绝这件事彻底忘记了 缠着小鹰要她帮忙吹头发按摩头皮 现场众人面面相去但是也不好揭穿 只能感叹父亲这个健忘正来的真及时 第二天下午照顾完瘦三郎后小鹰准备下班 临走前她特意叮嘱阿瘦要照顾好老人 结果在小鹰走后阿瘦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是之前三度膜摔跤场会长打来的求救电话 会长告诉阿瘦今晚要比赛的选手训练时受伤无法上台 现在临时找不到人希望阿瘦能来代打一场 阿瘦听完刚想拒绝 不料会长却说这场比赛的酬劳是十万块 想到父亲已经睡下 加上受限五九点就能送完外卖回家 阿瘦最后还是选择戴上头套来到摔跤场 重新站上阔别已久的摔跤擂台 阿瘦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这一晚的他勇猛无敌所向披模 而今晚倒下的除了阿瘦的对手 还有他在老宅里的父亲 为了拿到十万日元的报酬 男人将年迈的老父亲留在家里跑去摔跤场打比赛 等他拖着受伤身体坐上回程出租车的时候 父亲已经意外摔倒被送入院了 阿瘦收到信息后急忙让司机把车开到医院 结果一进病房就被父亲的看护小英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好在是瘦三郎只是摔了一跤并无大案 阿瘦这次也算没有酿下大错 临走前他将比赛拿到的十万日元还给了小英 看着信封上残留的血迹 小英心头生起一股疑虑 第二天瘦三郎顺利出院 阿瘦的生活也恢复了正常节奏 每天除了训练能月就是照顾父亲 但是自从那天晚上参加完比赛后 阿瘦心里面的摔跤之魂又慢慢燃起 他发现自己还是忘不了最喜欢的摔跤 那如果能月和摔跤两个一起训练是不是就可以了 受限无告诉他想都别想 要是参加摔跤时受伤影响了能月表演怎么办 父亲知道后肯定饶不了他 受限无话音刚落手机屏幕便亮了起来 原来是外卖平台自动派单 阿瘦怎么都想不到 三多摩摔跤场的会长居然亲自来找他 会长表示摔跤场那边缺乏明星选手导致人气下降 现在每场比赛都是入不敷出 今天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希望阿瘦能够回来参加比赛 会长的话让本来摇摆不定的阿瘦有一点点心动 一拍即合的他跟着众人回到摔跤场 表示自己可以参加比赛 但是绝对不能让家人知道 最后阿瘦决定以名为是恶迷的假面造型乱入登场 于是他周一到周五就跟着父亲训练能月 周末就趁轮班间隙跑回三多摩摔跤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阿瘦完成了是恶迷的第一场出道战 诡异的造型浮夸的面具 施恶迷一出场就让现场观众沸腾了起来 此时身体动不了的阿瘦有苦难言 像块木头一样任由对手挑衅却无法行动 只能依靠双手和双脚进行闪躲 就在他以为今天这场比赛要翻车的时候 提特一个横冲将他撞倒在地 恢复身体控制的阿瘦一个鲤打挺瞬间起身 接着一记夺命剪刀脚放倒多摩 然后顺势踹飞皮特 在全场观众的尖叫声中阿瘦站上围绳 没有犹豫转身飞扑将两个刚起身的对手再次放倒 狂放不计的摔跤技巧瞬间点燃整个三多摩摔跤场 是恶迷的出道战就这样被阿瘦成功打响了 这天休息室里阿瘦正在做赛前准备 没想到却接到了前妻的电话 有华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这让一直期待复婚的阿瘦最后一丝念想也被彻底断掉 就在阿瘦来到洗手间平复情绪的时候 身边一个老头的出现让他顺大了眼睛 老头不是别人 正是他下午出门散步的父亲瘦三郎 看到父亲没有发现自己的身份 他稍微松了一口气 而阿瘦不知道的是他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男人瞒着家人去摔脚场打比赛 结果却在楼下的洗手间遇到了自己的父亲 就在阿瘦清醒自己没被发现的时候 护工小英却打来电话表示要和他的父亲 去看摔脚比赛晚点回家 这让阿瘦瞬间方寸大乱 因为下场比赛上场的人就是他呀 想不到任何解决办法的阿瘦只能硬着头皮奔扛 果然在台下看到了自己的父亲瘦三郎 阿瘦心想还好自己脸上带了个面具 结果下一秒对手就要动手将他面具扒下来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想通了的阿瘦一个转身挣脱了皮特的锁后 背对着父亲缓缓将面具揭开就要发动进攻 结果却被皮特灵活地从身后抱着 阿瘦赶紧用双手挡住脸部不想被父亲发现 不料却被皮特抓住了这个机会 一个被摔重重将他放弃再走 被击中头部的阿瘦意识开始有些摸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瘦三郎的呼唤声 也是在这一刻阿瘦突然觉得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 起身后他一个高台腿直接踹飞皮特 接着一季断投台将皮特成功放弃 得到喘息的阿瘦顺势站上擂台钉甲 自信向后飞扑将刚起身的对手再次打倒压制 然而却在裁判独秒环节遭到皮特的强烈耳机 就在这时阿瘦突然贴见墙上时钟已经快到六点 而小鹰刚才打电话给他说的是六点左右要带父亲回家吃饭 想到这里阿瘦不再保留食物 借助围绳的弹力一鼓作气放倒对手 然后使出是阿弥的必杀技 对着皮特的小腿一口咬下去 终于成功赢下这场摔角比赛 等全场观众反应过来的时候 阿瘦已经骑着小电驴在回家的路上狂奔了 回到家的阿瘦连头套都没来得及摘就开始做 手忙脚乱的他最后选择最省时间的饺子当晚餐 在阿瘦一番手忙脚乱的不救下 晚餐环节终于是有惊无险地熬了过去 吃完晚饭把父亲抱进浴缸后 阿瘦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父亲的一句话又让他的神经紧绷了起来 这天在帮父亲准备午餐的时候 阿瘦突然发现父亲的临终笔记上写了一项受限无的善后 等他拿着笔记本找到父亲的时候 瘦三郎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考虑到父亲的健忘症 阿瘦最后只能找父亲的养子受限无确认 受限无一开始也是一头雾水 突然脑中灵光一闪 想到可能是父亲病倒前 他们一起去过女性酒吧那件事 当时好面子的瘦三郎加了女孩的烂 结果女孩半夜却收到了瘦三郎的能乐演唱语音 后面那个女孩被吓得连夜把瘦三郎拉飞 也许父亲临终笔记上的善后指的就是这件事情 就在俩人闲聊的时候小鹰突然出现 阿瘦犹豫了一下 还是请求小鹰能让他看下瘦三郎最近给他发的聊天对话 他怕父亲又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结果却在聊天页面上 看到瘦三郎叙叨叨地说了一堆话 而小鹰只是象征性地回了一句 阿瘦想让小鹰能够多回父亲几句 毕竟他还在扮演着父亲的未婚妻 结果小鹰却说其实瘦三郎什么都知道了 七十二岁的小老头喜欢上了照顾他的美女看护 还要他当自己的妻子 尽管小鹰当面告诉过瘦三郎他们之间的婚约是假的 但是患了健忘症的小老头眨眼间就把这件事彻底忘记 没办法阿瘦只能拜托小鹰先继续假扮父亲的未婚妻 然而这件事情态度变化最大的就是阿瘦的弟弟永介了 在知道小鹰和父亲只是普通雇佣关系后 永介一改之前抗拒的态度变得异常兴奋 甚至连小鹰高中时候的照片也被他挖了出来 这天下午难得清闲的阿瘦正在摔跤场训练 没想到却接到了弟弟的电话 永介表示老爸的状况好像不太对 他刚查了一下GPS 发现老爸的轮椅一直在表身道附近打转 弟弟的话让阿瘦想起父亲临终笔记上的愿望 看样子他应该和小鹰去了美丽人生的拍摄的游玩了 看到天色已黑 来不及思考阿瘦便匆匆赶了过去 而此时的兽三郎正和小鹰在表身道体验轮椅飙车 兽三郎笑着说小鹰变成了那个长相一般的牧村拓栽 结果话还没说完 一个踩着滑板的少年就从他身边飞了过去 带着未婚妻的兽三郎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启动轮椅的变速开关就想追上去 不料陡然加速却让身后的小鹰措手不及 等兽三郎反应过来的时候 小鹰已经重重地摔倒在他身后 服务双置护不担心 兽三郎的电动轮椅也在这时电量耗尽 就在小鹰陷入绝望的时候 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 他隐约记得那人穿着剑写着初心的红色衣服便晕了过去 因为走得匆忙阿瘦连衣服都没来的计划 此时的他还带着是恶迷的摔跤头套 只见他一个转身便轻松将晕倒的小鹰打到肩上 然后才慢慢朝着父亲兽三郎走去 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自己摔跤手的身份 阿瘦只能努力保持不出声 而阿瘦不知道的是 也是因为这一次山贼暴 让小鹰对他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阿瘦回到家后还没来得及喝口水 小鹰就兴冲冲跑到他面前 询问他认不认识一个教室恶迷的摔跤手 阿瘦当然不肯承认这个人是自己 随便搪塞了几句就开溜 然而怕什么来什么 第二天阿瘦陪着父亲去社区参加能乐演出 只留小鹰一个人在老宅里整理房间 正在帮瘦三郎叠衣服的小鹰 突然发现里面混了件阿瘦的汗衫 没有多想的他拿着衣服来到阿瘦的房间 却在打开衣柜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33岁的普通女性 因为陌生人的一个拥抱瞬间陷入爱河 小鹰一开始也觉得 这种荒诞的事情 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可当那个带着摔跤头套的男人 像扛着猎物一样 把他扛在肩上的时候 小鹰发现自己的心脏 砰砰直跳根本停不下来 最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天晚上那个将自己扛起来的 神秘摔跤手是恶迷 居然是自己雇主的儿子阿瘦 而自从发现了阿瘦的隐藏身份后 小鹰就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他 这种行为让一头雾水的阿瘦觉得很奇怪 这天下午阿瘦把最近一只很颓废的 兽线无拉到摔跤场 告诉他有什么不满就发泄出来 自己是不会还手的 结果话还没说完 兽线无一拳头就朝着他脸上呼了过去 紧接着拳头便像雨点一样落到他的身上 然而阿瘦还是没有还手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欠他的 而让一向冷静的兽线无如此狂暴的原因 就是兽三郎告诉了他一些事情的真相 其实他的身份不是养子 而是自己的亲儿子 看到阿瘦被锁喉不能呼吸 擂台下面的众人赶紧上前去拉架 没想到却被暴走中的兽线无一把推倒 最后兽线无说了句 要和阿瘦竞争关山家继承人的位子后 便转身离开了 而此刻的摔跤场里除了拉架的众人 还有不放心阿瘦从家里追过来的护工小英 小英有些羞涩地问阿瘦刚才为什么不还手 是害怕被自己发现是阿弥的身份吗 自从和前妻离婚后 阿瘦就把所有热情全部投入到摔跤里面 所以小英的表白让42岁的他彻底慌了 甚至在老宅训练能月的时候 脑海里浮现的全是小英的话 在一番仔细思考后 阿瘦发现自己现在特别被动 如果回复小英的话就代表了他就是施阿弥本人 到时候自己不仅会暴露身份 还会被全日本的摔跤迷和能月协会一起声讨 而且最让阿瘦头疼的是 自己的弟弟永健好像也喜欢上了小英 但是如果不回复小英的话 自己无论摔跤和能月都无法集中精力训练 就在阿瘦一筹莫展的时候 妹妹的丈夫洗完澡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看着长田凹凸有之的火辣身材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阿瘦脑海中慢慢浮现 第二天阿瘦就借机把小英约去买菜 在回家的路上还故意磨磨蹭蹭不断看手机 终于在一个路口处 阿瘦实施了他万无一失的完美计划 可就算他让妹夫假扮成摔跤手势 阿瘦的模样出现在路上 还是被心灵眼亮的小英一眼识破了 没办法阿瘦只能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因为现在最让他头疼的问题是家庭旅行 自从父亲的生命还剩最后一年时间后 阿瘦就一直计划着要带全家一起出去旅行一次 然而医生却说瘦三郎的情况不是很乐观 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居家休息比较好 这让一直期待这件事的阿瘦实在无法接受 在得到了医生的准确回答后 兴奋的阿瘦差点在小英面前摆出示恶迷的招牌动作 还好最后及时杀住了车 第二天开始兽三郎就在小英的陪伴下开始走路锻炼 而阿瘦他们在家里也没闲着 开始模拟旅行师父父亲去公共浴池的步骤 随着这几天饮食起居的精心照顾 兽三郎在第二次检查身体的时候 终于达到了医生的要求 然而等到晚上阿瘦帮父亲洗完澡的时候 兽三郎却说如果小英要一起去的话他就不去了 这让头脑简单的阿瘦有点想不通了 小英不是小老头你的未婚妻吗 没办法他只能把父亲带到小英面前当面对质 在小英的温柔询问中 兽三郎终于说出了原因 原来当初妻子去世后 兽三郎难过了很久一段时间 再一次能月演出后他久经中毒被送到医院 认识了一个叫真公的女护士 为了感谢女护士的救命之恩 兽三郎出院后就请他去看自己的演出 后来两个人日久生情 兽三郎还向真公求过婚 然而就在真公要答应他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当时兽三郎因为能月技能高超 被认定为人间国宝 重重枷锁之下 和真公小姐这段身份不服的爱情 最后也能无疾而终了 听完兽三郎的爱情故事 小英眼泛泪花表示 既然这样我来守家就好 不知道是不是阿瘦的错觉 她感觉小英心里其实还是很想一起去的 时间很快来到家庭旅行这天 一家人乘着定制的面包车 开始了这趟期盼已久的旅程 然而阿瘦才开了没多久 父亲就表示要绕到下车 他想先去一个地方 没办法阿瘦只能按着父亲的意思 把车子开到了一条有点偏僻的乡下小路上 看着在前面熟练带路的兽三郎 阿瘦突然觉得自己离家出走的这25年里 他这个人间国宝的父亲私生活好像很不简单 42岁的儿子带72岁的老父亲去旅行 结果老父亲却带他去见自己的红颜知己 还告诉儿子别惊讶这才刚开始 看着眼前这个长相一般却十分热情的大妈 阿瘦心里百感交集 千春是瘦三郎十年前演出时的随行翻译 虽然分别后俩人没有再见 但阿瘦还是看得出父亲被千春念念不忘 不然也不会将珍藏的能月面具当成礼物送给他 就在瘦三郎把礼物送出去后 千春的老公带着孩子回家 这样一直保持微笑的瘦三郎脸色一点 气呼呼的瘦三郎向千春告别后 就跟阿瘦回到了车上 而当车上众人知道瘦三郎把大江山的面具送出去后 纷纷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然而瘦三郎的惊喜总是接连不断 几个儿女还没从素面具那件事走出来 瘦三郎就让永介从旁边的路口出去找厕所 固然他就要尿在车上了 深知父亲为人的阿瘦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果然上完厕所后 瘦三郎就带着他拐进了一家小酒馆 朝着一个卷头发的大妈热情挥手 在听到窦千代在自己离开后的生活并不如以后 专情的瘦三郎眼泛泪花 瘦三郎说完就想送出另外一个能力面具 还好阿瘦这次演技爽快 又一把父亲牵过名的扇子给剃了过去 结果老阿姨接过扇子后 就和KTV的顾客们狂欢了起来 接受不了这么快变化的瘦三郎 赶紧拉着阿瘦回到车上 终于在太阳下山前一行人赶到了度假村 而此时老宅里首家的小鹰就没有那么快乐 没事情做得他独自跑到阿瘦房间 像一个小女生一样躺在地上等着阿瘦发消息给他 结果阿瘦这个大直男却不解风情地 发了一些没营养的照片 这让小鹰气的牙痒痒又无可耐火 看着照片中度假村的名字 一个疯狂的面头在小鹰心里面慢慢出现 另一边度假村里阿瘦一行人 刚吃完晚饭要回房间休息 没想到瘦三郎却表示自己晚上还有计划 眼看说服不了父亲 担心出意外的阿瘦只能陪他一起夜行 在度假村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阿瘦终于见到了那个 让瘦三郎混迁梦要的女人 然而真宫看到瘦三郎后 却没有表现得很惊喜 只是让他们回去吧 因为今天店里面还有其他客人要招待 真宫话音未落 身后一个戴着墨镜的亮仔就闪亮登场 而这个有点吊儿郎当的男人 正是一支三流乐队的队长龙龙使 看到自己曾经喜欢的女生变成了别人的粉丝 她是为了跟父亲学习明月才能摔脚进一队 结果龙龙使听完后却一轮不信 表示她父亲就是仗着人老 其实没什么技术 这让阿瘦再也忍不住了 当场就和龙龙使约定明天来场才一对举 等阿瘦从旅馆出来的时候 秀生已经推着爷爷回去休息了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笑语云云出现在阿瘦面前 这个没谈过恋爱的男人正在给女神发消息 从在妈在干嘛到吃了妈吃什么 尽管永介从中午一直发到了晚上 但是女神小鹰却一句也没回过他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抛出求婚炸弹来引爆这场聊天的时候 惊喜却悄然来临 准备回房间的永介发现自己的哥哥正朝他走 而且肩上还扛着一个女 兄弟 被阿瘦扛在肩上的这个人正是永介的女神小鹰 自从上次被一个神秘摔脚手用山嘴抱扛了一次后 小鹰就一直面念不忘 通过这段时间的仔细比对 他发现那个神秘摔脚手就是阿瘦 所以今天下午小鹰就从东京赶了过来 为的就是能和阿瘦见一面 再见到阿瘦后小鹰也不默契 开门剑山表示今天是自己33岁生日 想要一个拥抱作为生日礼物 话已至此再拒绝就不礼貌 阿瘦一个俯身就用公主抱把小鹰抱在怀中 没想到小鹰却说自己想要的不是公主抱 而是山贼抱 说完便演寒丘波直勾勾地望向阿瘦 于是阿瘦就这样扛着小鹰走的一路 直到遇见弟弟永介 此时的永介特别兴奋 他实在是想不到小鹰为了见他居然特意从中间赶过来 就在他犹豫要不要趁机表白的时候 小鹰却有些尴尬地说自己要回去 说完便拿着行李娇羞离开 第二天阿瘦带着弟弟妹妹来到度假村的舞台 毕竟昨天晚上他可是像三流艺人龙龙屎下了战术 没想到龙龙屎一上台就点燃了台下偶爸桑们的热情 甚至连自己的妹妹小五也偷偷买了他的纪念品 而在看完龙龙屎充满魅力的演出后 阿瘦也开始冷汗直流 受限无告诉他这种场面能月避书无余 干脆趁着中场休息向龙龙屎认输道歉 于是几人摸到后台的休息室里 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开口道歉的时候 龙龙屎却像看到救星一样两眼发光 原来他的三个猪队友堵车来不了副驾村 眼看休息时间马上就要过去 龙龙屎也不默契 当场就会在阿瘦面前表示今天一定要救场 在龙龙屎一番临时抱佛脚的紧急排练后 阿瘦三兄弟终于登上度假村的舞台 感受到台下大妈们的无羡热情 他突然觉得能月以外的艺术好像也很有名 演出结束后兄弟几人把父亲瘦三郎一起带上了舞台 在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中 他们完成了合照 而这次家庭旅行也在这一刻终于圆满 煮泡面的时候打进一个鸡蛋 然后用勺子将蛋黄捞起快速抖动 在盛出前用滚烫的开水将面碗预热 一碗有着半熟鸡蛋的面条就这样做好了 只是简单的一口 阿瘦就发现自己根本停不下来 等阿瘦将手上面条吃完的时候 发现对面的小鹰正呆呆地看着自己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小鹰煮的面太好吃了 能随手煮出这么好吃面条的女人 应该要过得很幸福才行 阿瘦说完便起身来到小鹰背后 在小鹰忐忑的目光中将他一把扶了起来 然后俯身用一个山嘴豹直接扛起 朝着楼上房间走去 此时的小鹰面若桃花双眼紧密 然而阿瘦却静止离开来到楼下 他捏手捏脚走到老宅的走廊 果然发现一个戴着头套的人正鬼鬼祟祟 从一个小房间出来 阿瘦没有声张 而是不声不响朝着那个人靠了过去 等小偷发现他的时候 阿瘦已经一只飞腿刺了出去 接着反手将小偷制服 还让门口的小鹰赶紧报警 等警察来后 阿瘦发现这个小偷不是别人 正是白天来这里上体验课的学生 阿瘦赶紧给寿县五打了个电话 让他明天把父亲同医院接回来 原来几天前父亲发现 家里的能月面具和装束不见了很多 几个儿女知道后不以为意 以为是患了失智症的寿三郎 拿去送老阿姨后自己忘记了 毕竟这种事情他真的做得出来 甚至昨天还让寿县五把老父亲 带去医院检查病情是不是加重 而今晚真相的出现 让阿瘦庆幸的同时 也有了一丝愧疚 陆琴的话又把阿瘦问倒了 因为他这段时间正在和前妻 争夺儿子秀生的抚养权 尽管已经和前妻有华调解过一次 但是情况并不理想 身为律师的弟弟永洁告诉他 在日本90%的子女侵权都会判别女王 所以阿瘦想要争取秀生的希望很渺茫 然而父亲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 为了让老人再见到孙子 阿瘦在弟弟的帮助下又一次联系前妻调解 被阿瘦诚恳的语气打动 有华最后还是同意了 让秀生回到老宅继续学习能乐 就在阿瘦以为一切都要圆满的时候 意外又发生了 有华告诉他秀生在特色学校那边 好像出了点情况 阿瘦听完没有犹豫直接来到秀生的班级 结果一进门就看到秀生安静地坐在座位上等了他 就在他要带着儿子离开的时候 班主任把秀生的作文递了过来 而这篇作文的标题正是我的爸爸 看着那些儿子从来没对自己说过的话跃然指上 阿瘦心里突然有些感动 这个42岁的男人挤了一点出租车上的酒精搓了搓手 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到旁边女生的腿上 看到小英没有拒绝 阿瘦忐忑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因为就在刚才的摔角比赛上 他头脑一热当着全场众人的面向小英表白了 回到老宅后阿瘦心情激动 一把扛起小英就要开始行动 由于俩人还在秘密恋情阶段 阿瘦也不敢轻举妄动 最后和小英商量了一下 小英负责把俩人恋爱的消息告诉阿瘦的弟弟眼睛 阿瘦则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瘦三郎 然而爱情的甜还没尝到 爱情的苦就先找到了阿瘦 再一次能乐训练中阿瘦的右脚突然距离了 眼前一飞整个人就倒了下去 来到医院后医生告诉他这是阿基里思剑断裂 阿瘦听完后迅速在脑海中回想 最后发现居然是扛小英的时候发生的意外 还好就医及时 医生告诉他借个轮椅回去休息两个星期就好 于是阿瘦成功和父亲瘦三郎变成了轮椅兄弟 然而爱情的火苗一旦燃起哪有熄灭的道理 看到小英对自己发来关心问候 就算是坐在轮椅上阿瘦也甜到要飞起来一样 直接回了一堆自己珍藏的表情 甚至连康复训练的时候 阿瘦也没忘记和皮特学习怎么讨女孩子关系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弹出视频聊天 弟弟永接一脸气愤的问阿瘦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来着他 就在俑介畜叨叨叨逼问阿瘦和小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时候 一个更大的暴击让永介心态彻底疯了 小鹰轻飘飘的一句话 却成为压垮这个舔狗的最后一根稻草 永介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自己每天嘘寒问暖的女神 居然要和自己的哥哥结婚 接受不了现实的她直接夺门而出离开了老宅 意外总是接踵而来 晚上阿寿的妹妹小五也因为一些原因和老父亲吵了 最后直接气冲冲地离开了老宅 这一天也是小五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家中 因为阿寿又脚的受伤 帮父亲洗澡的任务也就落到了寿献吴身上 这天下午寿献吴像往常一样喊父亲来洗澡 没想到寿三郎却一动不动表示不行 还说自己在阿寿的伤好之前都不洗澡 这让阿寿有点摸不着头脑 他实在想不通小老头又要玩什么花样 寿三郎伤人心丹的话让寿献吴彻底爆发 从杨子变成亲儿子后 他一直对这个父亲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而今天受宪吴才发现 从小到大 自己在父亲心里面一直比不上他的哥哥阿寿 这个33岁的女生将床铺往男人那边摸了摸 接着将手轻轻搭在她的肩膀上 眼含秋水面带桃花呼唤着男人的名字 然而阿寿的反应却吓了小英一跳 自从上次家庭矛盾后 老宅就走剩阿寿和寿三郎两父子 因为当时阿寿右脚受伤 没有办法继续照顾父亲 最后只能忍痛将寿三郎先送去养老院 而他自己则留在老宅继续养伤 顺便训练新年要表演的能乐曲目于田川 也是在父亲不在的这半年里 阿寿和小英之间的感情突飞猛进 虽然还差最后一层窗户只没有突破 但是俩人的心照不宣 却是阿寿这段时间里面最享受的 尽管小英不断暗示阿寿可以更进一步 然而美美这个时候 他总是不自觉想起身在养老院的父亲 这让好不容易拉下脸皮的小英实在接受不了 一气之下就从老宅里搬了出去 在小英离开的两个星期后受限无回来 阿寿热情地欢迎了这个弟弟 然后换上衣服带他去养老院见了父亲 不过这次他是以摔脚首饰阿弥的身份去的 趁着三多摩摔脚场去养老院探望老人的机会 阿寿将老父亲高高抱起 说了一些自己平时开不了口的祝福话语 探望完父亲后阿寿跟众人回到了摔脚场 会长告诉阿寿年底协会给他安排了一场擂台比赛 因为是跨年的拳王争霸赛 他希望到时候阿寿能够好好表现 而阿寿不知道的是 他的人生轨迹即将被这场比赛彻底改变 晚上回到家的阿寿还在纠结跨年那天是去打摔脚 还是去参加能月演出时 小英突然回来了 他把阿寿带到楼下房间 拿出了上次旅行室拍的那张全家服 表示自己喜欢的那个阿寿是有着阳光笑容的男人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整天愁眉苦脸 以前的他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家庭 有钱但冷冰冰的家和贫穷却温暖的家 但是自从给阿寿的父亲当看护后 小英发现关山家不仅有钱 而且每个人都很温暖 小英掏心窝子的话让阿寿十分感动 然而没等他开始行动麻烦就找了上门 阿寿之前把父亲送进养老院的事情被底下人声过度解读 甚至还请了关山流的分家当主万寿亲自上门讨说法 想要废除掉阿寿第28代继承人的身份 而他们推举出来的新继承人不是别人 正是阿寿的弟弟永剑 阿寿这边当然不肯让步 毕竟他这段时间日夜训练就是为了这次演出 在听到阿寿准备表演于田川后 万寿轻烈一笑 于田川在能乐里面是一出母子悲剧 他不信阿寿一个大男人能演出那种感觉 但话已至此万寿也不愿意过多纠缠 口罩一带电起身带人离开了关山家的老白 万寿这招已退为禁让阿寿压力被跟 他知道所有人都在等着看自己笑 只要到时候演出有一丁点失误 分家那边就会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反对他 想通这层关系后阿寿的心更静不下来 甚至眼前还出现了父亲瘦三郎的坏人 他有些难过地询问父亲 自己到底应该怎样做才能守护好关山家 那女人是在山岛的灵魂 现在就别别别 现在就别别 你不是亡灵的 这是在某半评分高达8.9分的一部家庭乐剧 接近90%的人看完后给出了四星以上的评价 话不多说让我们用家常版解说一次看完 在日本民间能乐里面有一个叫于田川的曲面 讲述的是一个母亲寻找被人贩子拐走儿子的故事 在途经于田川的时候听到一年前恰好有个孩子死在了对岸 母亲马上意识到那是自己的儿子梅若丸 晚上她悼念佛经停掉儿子 随后梅若丸的王明显现出来与他相见 兽三郎告诉阿兽于田川这台戏里一直有一个争议点 就是儿子的王林该不该出现在舞台上 阿兽表示如果不出现谁能看得懂啊 兽三郎听完却说于田川的作者袁雅就是像你这么说的 但是袁雅的父亲是阿弥却说不该现身 演员应该要靠演技让儿子的王林浮现在观众的脑海里 没想到阿兽听完直接走到父亲前面 说出了自己关于王林该不该现身的见解 听到儿子的回答兽三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然后笑着笑着整个人却倒了下去 这一天的关山家难得的奇人 因为关山家的27代家主兽三郎已经到了迷流之际 医生让家人们每人都跟兽三郎说句话 看看能不能将他喊醒 于是众人绞尽脑汁轮番表演希望能让老人清醒过来 全国のGirlsBarの女の子からTikTokで応援メッセージが届いてます 尽管家人一直在为兽三郎加油打气 但是奇迹却没有发生 直到天亮老人还是昏迷不醒 第二天兽三郎的门生陆续前来关山家告别 这也是作为长子的阿兽第一次坐上了专属于父亲的家主座位 也是在这一刻 阿兽突然发现好像有另一个他站在旁边审视自己 难道这就是能月里面离间之间的境界吗 这时小英过来通知众人可以去探望老人 门生们陆续来到兽三郎身边 可床榻上的兽三郎依旧死气沉沉毫无反应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老人先是已成定局的时候 戴着摔脚头套的超级使阿民猛然出现 正是偷偷跑去换了衣服的阿兽 阿兽缓缓摘掉头上的面具来到兽三郎身边 一遍又一遍地为父亲打气 他多么希望奇迹能够发生 哪怕一次就足够了 说来也奇怪 那天过后受三郎的身体奇迹般的恢复 甚至连平时吃饭也能多吃一碗大米饭 时间很快来到除夕这天 阿兽吃完早饭就和家人告别前往三多摩摔脚场 今天他要参加跨年的拳王争霸赛 比赛开始前半小时 阿兽从休息室前往内排区 想着今天一定要好好打 不能让电视前观看自己比赛的父亲失望 拳王争霸赛过后 阿兽的时间被安排得很满 因为新春能月表演的时间越来越近 白天和家人一起吃完早饭后 阿兽马不停蹄开始排练要表演的曲目于田川 兽三郎则是在台下全程严格指导 我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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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到了晚上所有人都睡觉的时候 阿兽也不敢休息继续训练 他真的希望父亲能够夸他一下 哪怕一次就足够了 第二天的观山流星春能月会如期举行 兽三郎照例让穿了和服的小鹰上台 转了一圈后才开始讲话 在听到师傅说今天的于田川的表演者是阿兽后 台下的门生们一阵喧哗纷纷露出奇怪的表情 兽三郎不以为意 让永介赶紧催阿兽快点过来 这么重要的日子他居然还能迟到 然而到了节目快开始的时候 阿兽还是没有出现 发现不对劲的兽三郎来到后台休息室 大声质问他们阿兽到底去了哪里 看到众人还是沉默不语 于心不忍的小鹰终于把真相说了出来 是的阿兽已经死了 倒在了除夕的那场拳王争霸赛上 等小鹰推着兽三郎赶到医院的时候 阿兽已经停止了呼吸 接受不了儿子去世的老人精神开始出现恍惚 甚至幻想阿兽还在自己身边时的假象 而瘦三郎的家人为了不让老人的精神再受刺激 只能陪他一起演了这出戏 然而戏总有散场的时候 为了不让阿兽的儿子秀生再受煎熬 小鹰最后选择了将阿兽已经去世的消息说了出来 此时舞台上的新春曲目于田川已经开始 然而精神恍惚的瘦三郎还在四处张望 就在这时奇迹再次出现 伴随着于田川的念经声响起 阿兽手拿脸盆一脸茫然出现在了瘦三郎面前 瘦三郎小心翼翼地问阿兽是不是已经死去了 可阿兽还是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就在这时瘦三郎脑中灵光一闪 他突然想起之前和儿子在排练时的一幕对白 而当时讨论的那一段 正是此时舞台上于田川的这一幕亡灵现身 接受儿子死亡真相的瘦三郎悲痛欲绝 他不断地向眼前的阿兽道歉 直言都是自己害了他 原来在瘦三郎那次大病痊愈后 他们全家去给过世多年的母亲扫墓 扫墓结束后因为其他人有事离开 阿兽便陪着父亲走路回家 但是当时出现了很奇怪的事情 那一天瘦三郎的运气出奇的好 连续过了七个路口都是绿灯 看到最后一个路口 还是绿灯的瘦三郎有点害怕选择绕道 结果又遇到了自己的偶像藤田妮可 妮可不仅给瘦三郎签名 还将付完钱的面包券送给了他 这让瘦三郎觉得幸福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晚上回家吃饭时门声送来松钱字 里面有着一整条完整的妃子 然而面对这种情况瘦三郎却开心不起来 他觉得今天幸运的有点过头了 最后阿兽代替父亲吃掉了那条晶莹剔透的妃子 心碎如萝卜的咀嚼感让阿兽一声难忘 而那一天正好是阿兽去参加拳王争霸赛的前一天晚上 听到父亲颤颤巍巍的道歉后 阿兽没有露出任何后悔的神情 只是笑着说这些都是自己身为儿子应该做的 阿兽的释怀让台上的瘦三郎百感交集 最后他代表这个家感谢阿兽 这一年来是阿兽的付出 让关山家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找回了笑容 褒められちゃったら 俺 そうだ呀 今まで俺が 俺を褒められちゃったのな 褒めたら 終わっちゃうから しょうがないよ そういうもんだあれ 此时台上的能乐曲目于田川已经到了最后一幕 随着是手的振振银唱 告别完母亲的梅若丸消失在孤坟前面 而舞台边上阿兽的身影也在瘦三郎的注视下慢慢消散 也是在阿兽离开的这一刻 台上的瘦三郎终于压制不住心中的悲痛之情 他嘴唇颤抖欲哭无泪 在阿兽离开后的日子里面 关山家的生活还在继续 这部温暖又搞笑的日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是每一个故事的结局都会圆满 对于阿兽来说离家出走25年后回到了关山家 在这短暂的一年中找到了和父亲丢失的亲情 体验到了和小英间的甜蜜爱情 和儿子秀生解开了父子隔阂 与兄弟姐妹圆满和解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结局了 生离死别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与其让今后的自己后悔 不如好好珍惜眼前人吧 最后感谢看完这部剧的朋友们 让我们相约下部剧再见